你好 欢迎收看9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首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消息 12号上午县长徐振卫 协同消防局长林文睿 社会处长陈家部民政处副处长李威 与花莲县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张仪德 前往探视暂时撤离到 寿林国小收容所的民众 感谢锦销同仁的付出 国军弟兄们的协助 让身处在浅市溪流区域 与低洼地区的民众能够顺利撤离 上述台风10号中午 逐渐远离花莲 10号中午一到 县长徐振卫 在秀宁厂的王美国的评论之下 前往秀宁国小收容所视察 而秀宁所目前共计有19位民众进驻 县长徐振卫抵达之后 并且关心一位行动不平的民众 请问暂时居住收容 是不是有需要家庭的部分 现在徐振卫也倾斜地向民众 与小朋友说明彻底的原因 今天中午到我们的秀宁国小 来看收容中心的 我们的这个测下来的 我们的乡亲 那一共有18名在这边收容 那我要感谢秀宁厂公所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彻夜把我们在 这个比较 这个保全户的部分 这个强制把它撤离下来 因为昨天晚上 我们也真的不晓得 参数台风到底风雨有多强 但是依据中央 这个气象中心的报告 是强烈台风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到我们 保全户的生命安全 所以要求所有的各乡镇 一定要强制的撤离 那我也要谢谢各乡镇的这个 彻底的执行 更谢谢这个乡公所以及 这个花莲县政府警察局 还有花房部 以及后职部的这个军官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让乡亲能够最安全 那至于参数台风的部分 从昨天到现在为止 对于花莲来说 我们有一些路数 青岛的部分 那也谢谢青蝶队 还有开口计约厂商 都能够及时把这个青岛的树木 把它这个处理好 把它清除掉 让大家行的安全 能够依旧能够维持 那另外在这里 曾卫也再一次呼吁 花莲所有的乡亲兄弟姐妹们 在参数台风 我们还上在这个暴风 这个圈里面 所以请现在的花莲乡亲 尽量一定要减少外出 还有对于我们现在 在收容所的居民 我们请收容所的居民 一定要安心 先暂时在收容所比较安全 等到台风警报解除以后 我们再返家 再一次呼吁大家 做好台风的准备 台风尚未离境 我们已经还是要眼睁一旦 感谢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协力单位 全力燃守护住花莲的安全 谢谢 谢阳学表示 目前尚未完全脱离暴风圈 请民众没事尽量避免外出 策略居住地的乡亲 也请待在收容所内 并且感谢锦衣校同伦的付出 国境弟兄们的协助 让资深在前日西流区 与迪瓦地区的军门 能够顺利撤离 这个就用学用了